杜岛正 杜岛正原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 1956年记者杜岛正来到广州 随着大跃进的到来 杜岛正开始了在轻信与怀疑 盲从与抵制之间的徘徊 1956年的秋天 就在高级农业合作社 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之时 广东的农村发生了一次 引起全国轰动的退社事件 中山县里萧兰富于中农暴动 富于中农就把这个村子部书记吧 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用这个刀子准备捅他 让他承认什么东西 就是农民要退社 农民不干了 中山县农民的退社风潮 很快蔓延到广东全省 整个广东省有7万多农户 要求退出高级农业合作社 这一数字占到了广东全省 入社总农户数的1% 农民不承认的这一套 他就要求退 所以广东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退社的高潮 不是以小岚为代表 通常要求退 此时的杜岛正刚刚来到广州 在完成了马列学院的两年学业后 杜岛正当上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 而我那时候的头脑很热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们也去 派记者去了 我觉得写过内餐 内餐是支持桃祖这一级 高级农业是对的 这是富裕中的捣乱 把这个资认搞得富裕中的投上去 广东农村的退社风潮 让杜岛正茫然 更让刚刚当上省委书记不久的桃祖 心急火燎 不久 一份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 上报到了中央 在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调整政策 陆续实施之后 1956年冬天 退社风潮才得以逐渐平息 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很快 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 这开始不就是各地方报这个高厂指标嘛 搞得最寻的是最新的是广西 广西然后就是河南 然后就是湖北 广东还是比较尾一点的 这一年的秋天 省委书记陶柱来到大跃进 搞得十分火热的湖北农村做调查 在一次会议中 陶柱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湖北的农民走到哪里 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饭 三餐干饭不要钱 陶柱就说了那么一段话 给我说的 他说很好啊 他说中国农民奋斗了几千年 肚子吃不饱饭啊 农民就是几千年就盼望着 三餐干饭能够吃饱嘛 干饭就最好的东西了 不久 一篇题为三餐干饭不要钱的消息 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并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 文章的作者正是杜岛正 很快 三餐干饭不要钱传遍中国 成为了大跃进中一个响亮的口号 1958年6月12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方黄采写的消息 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第一次正式把爆高产称为放卫星 在自上而下层层提高生产指标和批判保守的压力下 全国农村刮起了虚报产量大放卫星的浮夸风 这股风自然也吹到了广东 行刺拱舍有一个大队 一亩说生产了六万多斤 一亩一次生产了六万多斤刀骨 那当然很好了 我就派了个记者叫周帆延的 这个人就死了 我是马里逊的同学 那时候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 派他去采访 回来以后他写了这条消息 新子宫社有一亩碗道 这一次生产了六万四千斤刀骨 但是下面有个括号 三十二亩水稻的稻穗成的 就是个六万四千斤 就是三十二亩水稻的稻穗 合并起来这个数字 我看了以后 我就找了詹根森 就是森伟的后部书记了 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大灰山 很高的地方 好像二楼山 路山顶上他坐在那里 我就到他根儿 让他看这个稻子 我不要乏了吗 他一看 他说老杜 这个怎么能够行呢 就是括号里面的数字 这是三十二步 水稻变成的 这怎么行啊 自己把它算掉了 算掉了 1958年初秋 外交部长陈毅 陪同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 访问广州 期间 陈毅听说广东有母产 一百万斤番薯的高产实验田 出于好奇与兴奋 在广东省委书记陈毅的陪同下 陈毅来到了这块高产实验田的所在地 潘于县大石乡 操作配着陈毅 看这个高产番薯 哎呀 那个番薯 男士叫做什么 是什么 天啊 番薯这个笼啊 不是本来是这么大吗 累得很高 这土啊累得很高 这里边是 他这根部快换作物嘛 哎呀 挖一壳 几十斤几百斤这个东西 陈一当时回来以后给他淘宗说 我也在边上 他说这里边有没有假的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 陈一淘宗没有说话 陈一说恐怕有点问题 那还是报吧 当时在场的大石厢党委书记告诉陈一 他们采取分七八薯块和鉴补薯苗的办法 使每株番薯苗的年产量达到了25斤 合计一亩番薯田的年产量 可以达到105万斤 过几天我就知道了 完全是胡闹 做假的 路上从广州那里制造台来 路上犯了很多感受 这里啊 把这个队伍都把它组织好 年龄时快要来了 赶快把别说那个新型番薯给它录进去 这么搞啊 遍地开花的高产试验田令人热血沸腾 也让人跃跃欲试 这一年 广州南方日报社和杜岛正所在的新华社广东分社 也决定合作搞一块试验田 在白云山下 我们自己搞了半亩试验田 随道 哎呀 我们整个劳动啊 腿也下去什么什么 叫做生娃吗 那不是要高产吗 突然要生娃吗 生娃以后不就是下肥吗 肥料要多 要生 土要粗层要厚要密 然后就密直嘛 那那苗子啊 刀苗密直 就让它斩 斩起来以后 那不透风啊 那不透风我就用那个 用那个电扇那里 垂它这么高 我们辛辛苦苦搞了那么久 9月10月我来北京开分社社展会 我就给那观众分社打电话 我说咱们的试验田怎么样 他说糟糕 咱们的试验田整只收了820斤 肥料那么大的利益 以为至少能产几千斤半亩吗 收了820斤 同样是这一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提出了以钢为钢 全面跃进的方针 号召1958年为生产 1070万吨钢而奋斗 就这样 伴随着高产试验田里 不断放出的高产卫星 另一个热潮 全民炼钢运动开始了 就是用那个利益把钻呢 搞这么一人多搞这个 两人搞这个螺子 里边有的是磨砍 有的是煤 煤球 把这个刀子搞到里面去 立出来就是杆 就这么胡闹啊 这个事情 我们在去看了 我们两个人看了几个大院 出来那个杆啊 他不是一嘴一嘴的吗 和那个牛死 那个牛拉的死一样 一片一片的都 和财杂不齐的那种东西 1959年的中国 公共食堂 高产卫星 全民炼钢 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火热 这一年 全国的农业总产值 下降了13.6% 市场物资供应的紧张 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广州这么复苏的地方 老百姓开始富足 这粮食不够吃 广州那时候是190万人口 粮食不是都是捅够捅销吗 这都是布票吗 190万人口国库里边 国库里边的粮食 只有 只能供应一个礼拜 陶州请自下命令 动运战备粮 就从那个粤北 从这个洛产这一带 调那个准备打战的 国库的粮食过来 陶州还有一个办法 净口了一碟 一碟面粉 广州人不会吃白面 我闹笑话了 白面本来很好吃 他不会吃 发给那个农民 农民就把那个 白面和那个酱糊一样 这么高 他搞了 怎么 农民说 怎么这么难吃啊 他一个人搞了 慢慢涂面条烙饼吧 他不会吃 后来我们办了 这个白面做法的 什么训练吧 1959年春 全国性的饥荒开始了 中央不久 发出了一个指示 反满产私分 认为农村中 出现没粮吃的根源 在于有人将粮食 隐藏起来私分了 很快和全国 其他地方一样 广东开始搞起了 反满产运动 陶州在东莞市里 陶州先去了 陶州让他秘书 是要顶顶孙女给我来电话 说老陶 陶州同志让你来一趟 我和林里嘛 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是反满产嘛 农民干部 偷偷地把粮食把它残起来了 第二天派人去搜吧 第二天到地里边 真是搜出来不少粮食 后来才知道是故意 为了布置它 都是假的现场 逃走要检查嘛 我给林大林 故意搞了一些东西 开那个反满产会 到了差不多20个人了 我看现在回头想 只有陈玉的老婆 是叫姓云 叫云士凯丽 云大姐说真话 她说我看有假 别人都不说话 云大姐反正被鼓励起来了 我是相信逃走的话的呀 因为大姐的话我是不相信的呀 因为我看到的 她确实把东西拿出来了 所以老东那时候 搞这个反满产 我写了好几篇 内部参考 毕竟内部发表 喜欢做 那我是坚根的 然而就在杜岛正 不断地向北京汇报 广东的反满产运动 如何成绩斐然之时 她的耳边 却经常传来越来越多的 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消息 我还不嫌弃 我说不自于吃那一种吧 我就派了个记者 谁叫贺友的 就死掉了 我说你去看看去 再采访一下 丁走 他说老东你看 去了咱们的反正是什么 我说不是要暴露 但对什么黑暗的东西 你们路实地采访 路实地暴 但是我们的态度和情绪 犯警报 就是有问题了 管车这么复苏的地方 犯警报 板著神尾度过这个困难 还完全激进的东西 他们回来一说 开始有乞讨 开始服装 到处挖挖叫 看来就要出事了 1959年3月底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一 和记者聂梅初来到广州 提出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 杜岛正一路陪同 我们到了农民家 农民家这里粥都没有 粥都没有的河 到处叫苦了 那是很真实的东西 山崖去了 我去了几个山场 所有货 所有这个工销社 这个货架子上都是空空的 都是空的 只有一点酱油 什么货都没有 什么货都没有了 绝了 水种的很多 这些妇女 妇女 聚精的 水种 这个命死能看出来 命死他水种以后才发光了 发光 这一路所见所闻 给杜岛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送走人民日报社的通知过后 1959年4月19日的晚上 如耿在喉的杜岛正提起了笔 决定给新华社总社的副社长写一封信 我一夜 就在等完下 奉给激俗 一口气 写了好几十个夜吧 我里边大意 我就说 看来 广东这么复苏的地方 两世都出问题了 我讲了很多信息 我说两世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 是个正群弄富存在下去的政治问题 看来 散命婚旗有问题 这句话厉害 看来 散命婚旗有这问题 很需要 我们党啊 正式这个事情 在这封信中 杜岛正甚至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了一个补充修正意见 我说我们的毛病啊 缺在十四求四这个问题上 没有尊重客观规律 所以我说如果 把毛主席这个 这十几个字啊 改成这样 鼓足 干净 力增 善有 十四求四 多快好生病 这不就好了 我说 要赶快地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1959年5月 广东省委书记陶柱 在汕头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议题是总结人民公社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会上杜岛正谈了些自己的看法 我说咱们开始我们是顶住的 这个高层啊 什么镜头 我们是高层卫星 我们是顶的 后来顶不住了 就是啊 如果听听大家的意见 就可能顶住 我说四川的这个礼金群呢 他们就 他们开始就顶住了 高层分啊 四川那边比较好 犯卫星 我说你讲那里顶住 我们就开始顶了 后来没顶住 这套路他就不高兴了 他说四川的北边有清岭啊 就是陕西直到四川之间的清岭嘛 清岭很高啊 很峻拔很高啊 所以这个外边的坟啊 李金群他们就能够担住 咱们广东不行啊 广东北边是武林啊 就是广东和湖南加起的比较是武林 我们的武林很低啊 所以咱们 所以咱们就 胆不住 所以我们就没有胆住 就他再有几分的话 就是不同意我这句话 两个月后 1959年7月 逃住北上庐山 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原本只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左倾错误的庐山会议 最后却因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而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批斗大会 那么我就确实坏了 我就考虑自己用吧 马上就想到了4月19号的背信 这就是材料 这是挺大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辩论和辩护的东西 果然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 因为几个月前写给新华社总社的那封信 杜岛正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有大会小会 开始是20个人的会议 大约初一上干部 最后一次就是6800人在那个六花体育俱乐部 六花体育大厅 可以说6000多人 逗了 我心里说 我说你们不了解夏清啊 我呢跑到下边去了 你们没有跑到下边 你们他们停停止读在管州 你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不了解 我被你们了解 所以我才写了那种东西 才有那么一定看法 我以后不觉得 有没有觉得他们别的 现在你们来批我 不了解情况的人 批评了解情况的人 吴修齿的批判声音 让杜岛正的内心痛苦难熬 自己是否真的错了 错在哪里 这样的疑问 每天都在折磨着他 人家的洞灵 人家的致命 人家的反应 反应 发生 人家的反应 我這不就是肚子還是散播了這種不利的情緒 他那時候可以自己舒服自己 是有毛病 人家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然他心裡不是很浮 不是完全浮 但是覺得看了人家批的有點道理 人家有點道理 大概是自己錯了 不久 督導證被下放到濟南大學教書 而此時已經是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柱 開始貫徹中央精神 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 在深入的調查了解中 陶柱漸漸發現 陶柱漸漸提出的很多意見是有價值的 職地平法師後 陳維平和梁安甲 梁安甲是身為文教部長 陳維平是密蘇長 找我探望 我說 陶柱同志讓我們兩個轉告你 你叫我 督導證同志 當時對廣東行事的看法 逼我們正確 如今已年過八旬的督導證告訴我們 五十年前在廣東的那段經歷讓他受用終身 因為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自己才學會了獨立思考 我們這代人都 大部分人都在反思 搞了這麼幾十年 究竟哪些是對了 哪些是錯了 這樣的話 對我們自己這一生有一個交代 對我們下一代也有一個交代 好